我女票的视角来了啊 老规矩啊 开局先用卑劣的手段让我放弃大棒的争相拳 然后她自己也没想到 哎我怎么抢着贝壳 你这么跑她不就抢杨州了吗 反着跑呢 哎呀 好在呢 第一轮小怪给了个大巴 这个运气值极其关键啊 为接下来的事情奠定了基础 那就是海克斯 开局升级了 你点的每一下升级都不会被浪费啊 收益最大花 2-2再嫖个情侣 三下水到齐了 接下来就开始高能了啊 升级了给我削了 咋的 提供额外的三景颜 以前是四景颜 以前是三 你 连老子大选回来都已经五级了 我这会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稍点了一下呗 怎么回事 绝对不是 她削升级了 就是不想让你 到后期 就是没有后期 不信你自己看 我看了呀 S6就是三景颜呢 等等 难道书 他是平行时空的常住民 穿越到这儿的 两条时间线将会导致记忆紊乱 在她那个时空升级了就是加四星天 2-0 上米拉 给我个EZ 快 寒泪贡献出我唯一的EZ 还是带着青龙刀跟收集者的 我那条直接拉到六级 五下水刀 霸占了我的心血 玩事还是谁也打不过 我要你何用 第二段海克斯是强化啊 正好有一个体系内的 秒选到互选装备环节 我果断要个假人啊 不是为了能打赢 而是为了能多挺一会儿 道朗哥 一次奖没开 也怪给了四个拆卸器 好家伙 拆卸器都快比装备多了 最后一顿海克斯 秒选啊 选完直接拉到九级 还余八十多经级 四杠三 五十啊 我直接拿了 没错啊 下水道第四端 开奖直接来了五十经级 四杠三拉到十级 还剩七十多 我那时候此刻那是相当的膨胀啊 不跟他们计较 我十几 有底级 接下来就是无脑地牌表卡 25%的概率无敌 但是 概率再高也架不住排库里没牌呀 场上几家把所有武费卡全拿了 没错 卡吃是空了 那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攒钱 然后把他们挨哥送出局啊 我疯了我跟你说 我疯了 疯了疯了 那六杠二 接下来的画面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用言语表达 请大家自行观摩 拜拜 拜拜 这两家红鞋还没走 拿尖 哼 劉娜六张莫德凯特 我等的就是这一刻 我等的就是这一刻 你跟我刚 哼 你跟我刚 来 把钱递干 我今天就把五费卡我全拿了 这个提克 没钱了 我全这么多 来 你给我数数我有多少五费卡 哼 跟我们互卡 你卡 我攒着钱我就等这会儿呢 你知道我最后所有的卡基本上都六费张 我只是因为拿不下